是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 我去內地這麼多趟 有看過穿去變臉 但是沒有那麼親自 這麼親近看到他的穿去變臉一樣 那你準備好了嗎 好不好 那個小媽哥哥待會也要跟你比賽喔 好不好 好 可以嗎 開始變臉了 好的 第一張準備了 各位觀眾 好不好 八歲小神童 穿去變臉 破 台灣給命 在屏東市有一位小神童 小小的身軀裡 暗藏著一項台灣第一的絕技 究竟是什麼了不起的絕技 跟著想讓我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小朋友被罰 小朋友被處罰 好可憐喔 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弟弟 你是不是做錯什麼事情 你怎麼這樣罰他 沒有 他要練功 練功 對 他這樣練什麼 他要練身段 基本功 扎馬步 扎馬步 馬步要扎穩 要扎穩 要扎穩 對 你幾歲 弟弟幾歲 八歲 八歲 我剛看你這邊很莊嚴的感覺 在教訓 到底要傳授什麼東西給他 穿去變臉 穿去變臉 這麼小學變臉 對 你怎麼這樣啦 人家小孩就叫人家變臉 你就叫人家變臉 弟弟你會喔 對 你會變臉喔 你變給我看 來 一二三 哈哈哈哈 你看他的臉 好好笑喔 變臉就變臉幹嘛要蹲馬步呢 因為變臉我們很注重的是身段 身段 對 欸 我跟你說話你怎麼這樣 要哭好 對嘛 對嘛 對不對 好 這樣子 要扎多久 基本上的話 因為小朋友不會要求太遠 大概兩分鐘三分鐘這樣 喔 我以為變臉 是跟一些技術道具有關 但是沒有想到還要先練馬步啊 對 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 明顯的小孩子會偷懶喔 我們現在是在講話說 他突然就又站起來了 對不對 你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蹲好 蹲好 鏡頭沒帶到你 你就這樣子 這樣怎麼練的啊 好多 雖然是個小孩子 但練功的時候 劉爸爸化身為嚴厲的師父 指導弟弟變臉技巧 但當弟弟換回便服後 立刻又變成了普通的小三生 除了寫功課 就是和弟弟看最愛看的卡通 看起來呢 和一般小男生沒有什麼不同 不知道換上全套變臉裝備後的劉小弟 會是怎樣呢 是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 我去內地這麼多趟 有看過穿具變臉 但是沒有那麼親自 這麼親近看到他穿具變臉一樣 那你準備好了嗎 好 好不好 那個小媽哥哥待會兒要跟你比賽喔 好不好 好啊 可以嗎 開始變臉了 好的 第一張 準備了 各位觀眾 好不好 八歲小神童 八歲小神童 穿具變臉 哇 沒有變到 哇 這是我看過變臉當中的最高境界 故意的喔 就是穿具變臉第一招變 然後沒有變 他說他居然跟他爸講說我故意的啊 真的嗎 小孩子很有歌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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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劉小弟果然有大將之風 沒成功也能不急不緩地做效果 在趁勢來個說變就變 厲害啊 來來來來來 最後一張臉 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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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啊 弟弟你好棒喔 來來來 大哥 這個穿具變臉 我們這麼近距離看 速度實在太快 我看不出什麼端倫 但是我大概可以猜得到 這肯定是跟一些 非常精細的道具 是什麼原本讓你去接觸到 一個機員嘛 認識我師父 然後我看他變得非常生氣 啪 就馬上 整個臉就走掉了 是 對 然後當我 我的臉 我正常臉的時候 啪 臉又回來了 正常臉還可以變回 又有圖案 對 所以你就求他 拜託他把這個功夫交給你 後來他沒有交給你 你就真的跟他畢明 沒有 跟他敗絲 跟他敗絲 雙腳 那你覺得我有這樣的資質 可以去學習變臉嗎 有心就可以 有心 看萬弟弟精采的熱身表演 小馬我也激養了起來 既然要學習變臉這門藝術 甘有的儀式 當然不可少 向師父行奉茶 跪拜等禮儀之後 小馬我即將進入神秘的 變臉世界 欸師父 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 爸爸 謝謝你把我埔育到這麼大 我長得那麼高 我現在比師兄還要高 這麼強重的一個我 感謝你 謝謝你 應該的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已經學到那個 這個 因為我才第一天嘛 對不對 但是呢 師父有確實 把這套裡面記憶的重點呢 有已經提醒我了 新法也傳給我了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的師兄 師兄 師兄因為下午的表現有點辣場 沒有關係 我們再給他一次機會 One more time 恭喜 來 恭喜 恭喜 弟弟被稱為變臉小神童 真的是當之無愧 克服緊張後呢 表演起來簡直是如魚得水 看完師兄精采的演出 身為師弟的我 只能夠撈開了耶 小馬第一次 穿 去 變 臉 來了 音樂 你怎麼 你是在當中開照 他 這功用力出現 他就知道有魅蟲 像是人上門的同胖 就像一條根 四方水夫 楊月朗 我們中華母出魂 魂 怪料 當地一條魂 一條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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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我最擔心的事情 還是發生啦 師父 你趕快救命啊 你快來指導一下 各位團官大爺們 再給我一次機會吧 沒有音樂 沒有音樂 沒有Feel啊 一條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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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 再變 哇 很難耶 師父 師父 你不要罰我蹲馬步啦 那一定要的喔 一定要 對 我怎麼可以 這 哎呀 我覺得 我整個人就是很辣場 不會啦 要加油 可是我真的覺得很難 而且我覺得呢 弟弟 啊 對不起 師兄 你表現得太好了 你剛剛看錯我的演出之後 你是不是心裡面今天好過多了 你整個沒有壓力了對不對 壓力整個都卸掉 沒有關係 小馬哥哥來墊底好不好 我扛 純爺們 我扛 好不好 我表現得最差 你是優秀的 掌聲給弟弟鼓勵一下 不管怎麼樣呢 今天非常開心 終於能夠近距離的 近距離的接觸 穿去一遍 謝謝師父呢 然後把這個記憶 帶到台灣來 讓更多的台灣的同胞 我們的鄉親都可以看到 還有這個整個 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的記憶 對 好不好 最後呢 這個 我是沒有辦法把臉再變回去 可是我會永遠變一個臉 就是永遠的笑臉 謝謝師父 謝謝 好不好 笑臉走天下 笑臉武功 蓋天塌 十八當人 五夠散 我不是很散 穿去變臉 就像是唱華麗的中國魔術表演 只要勤家練習身段技巧 就能夠變得毫無破綻 瞞過觀眾的眼睛 親身體驗之後呢 想把我相信這項藝術呢 絕對不是一時半刻就能夠學會 子俊小小的年紀 練就一身好本領 實在是很了不起 世界之大 無奇不由 霧兒摩擦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Davy